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画展的收入也是婚内资产 我们也该算算 对面冷哼一声 孟怀 你可真是见钱眼开 我审笑道 钱比人可靠 他承诺办赏 明天让律师给你寄新的协议 我爽快答应 好 从此恩断一绝 两不香 他话还未说完 我就挂断了电话 仿佛多听一秒都是浪费 很难想象四个月前的今天 我还在祈祷 与他一生一世 携手到老 那天是我们结婚六周年纪念日 情人节 我悄悄从法国飞回来 想给顾湘西一个惊喜 到公寓楼下时 看见一个少年提着行李 独自站在雪里 他双手动得通红 讲电话的声音却十分欢喜 猜猜我在哪儿 对面不知说了什么 少年的眉眼书展开 温生说道 我想你 就来见你了 我回想起大学时期和顾湘西一地恋 相思难抵时 我们也会这样 买张票义无反顾奔向对方 被这一幕触动 我掏出手机 想给顾湘西打个电话 下一瞬 却看见他从楼道里出来 他静止跑向少年 用力扑进他怀里 他将他紧紧搂住 像接住了西式珍宝 他们在寂静的雪夜 热裂地 长久的拥吻 我将在原地 看他们汹涌的爱意 顾向西抬眼时 终于发现不远处呆立的我 我提着行李艰难向前 几步之遥 像隔了千山万水 他第一反应是挺身护在那人身前 少年有些疑惑 俯身在他耳边 小声问 他是谁 我一时间不知道要做出何种表情 在他们面前站定 单单道 我是他老公 男孩文言 大步跨到顾向西身前 做出保护的姿态 这是我的错 你别怪到他头上 我哑然失笑 望向后方面色纠结的女人 不说点什么吗 顾向西抿了抿唇 目光沉下来 像是做好了某种决定 他走上前与男孩并肩站在一起 牵住对方的手 十指紧扣 对我说 就是你看到的这样 大约是风雪太大 我被冻得脑子都麻木了 没有质问 没有争吵 我安静地转身回了家 顾向西没有跟上来 家里阳台的窗户大开着 冷风呼呼往里窜 我甚至能想象到顾向西接到电话 打开窗 看到少年偏偏立于楼下时 又惊又喜的样子 旁边炙热的画架还来不及收拾 画纸上未完成的作品运入眼帘 主人公俨然是方才的少年 他手捧玫瑰 依昧随风而舞 脸上带着见到恋人时的羞涩 曾经顾向西也这样用心地画过我 我和他16岁相识在高中校园 那时他很出名 富家小姐 学霸笑话 各种光环极一一身 我是农村出来的 云匿之别 本不会有交集 却偏偏和他成了同桌 我英语学得不好 普通话也带着点相应 经常被同学笑话 他维护我 也很耐心教我 女孩说话总是带笑 微微展颜 便灿若千数话台 我暗恋了他整整三年 从不敢肖想 他也喜欢我 高考结束 他没有像大家预想中那样 填爆清北 反倒选了美院 他说 画画是他毕生梦想 家人也很支持 他有资本任性 可我没有 以我当时的成绩 最好的选择是去南方的一所学校 与他相隔千里 那年暑假 他来我家的小山村采风 请我做向导 我们一起 看山坡的花 林间的鸟 天上的云 最后一天 我妈拿出自家酿的梅子酒 请她品尝 我没拦住 她喝了一杯 就醉得分不清南北 她倒在我怀里 红着脸说着醉话 她说 孟怀 我喜欢你 我帮她收拾东西 发现 她的话里全都是我 离开时 我送她去车站 一路走得很慢 很想问她 昨晚的话算不算数 终于我还是忍不住开了口 顾湘西 如果我现在表白 会不会太晚 她望向我 喜极而泣 不晚 只要是你 任何时候都不会晚 我们在一起了 大学四年异地恋 我给足了她爱和安全感 让她清清楚楚知道 自己是被偏爱的那一个 她常肆无忌惮笑我 孟怀 你好爱我呀 我由着她闹 等她闹够了 低头轻轻吻她 从18岁到28岁 我们相爱十年 无数个昨日在脑中呼啸而过 压抑的情绪终于爆发 我崩溃的 姜华丝的粉碎 我一个人在沙发上独坐到天明 顾湘西回来的时候 身上带着陌生的香气 像酒店沐浴露的味道 她见到我 眼中有几分愧疚 对不起 我双目赤红 一开口声音也是哑的 什么时候开始的 她很坦率说了他们的过往 那个男孩叫苏洛 是美院的大四学生 也是学画画的 去年她回母校参加校庆认识的 她欣赏顾向西的才华 是她忠实且炙热的仰慕者 她们灵魂契合 经常在星空下一起缅怀泛高 在湖畔边唱聊莫奈的睡帘 她说他们俩是难得的知己 也是真心的爱人 我们相守十年 比不过他们相识十个月 顾向西说起那人的时候 目光浅全 神情温柔 她强调了许多遍 我是真的爱她 我极度的发疯 她一个大学生 插足别人的婚姻 能是什么好人 不就是图钱吗 顾向西看着我 眼神一点点冷下来 孟怀她不像你 眼里只有钱 她的话深深刺痛了我 顾向西是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 向来是金钱为分土 她大学时 已经是小有名气的画家 曾有不少人花重金买她的话 她都拒绝了 她的话 向来只赠有缘人 可天有不测风云 她毕业那年 家里破产了 父母被人追债 出车祸双双身亡 她被债主堵在家里 我偷偷翻墙进去找她 抱着她说 顾向西嫁给我吧 我没有身份地位 没有家财万贯 但我有一颗 始至不渝的真心 我咨询了律师 父母的债务子女 没有责任偿还 但对方人多势众 无休止的骚扰 足以毁了顾向西的生活 经过母亲的同意 我取出了家中所有积蓄 筹了一笔钱出面谈判 以最小的代价 帮顾向西还清了债务 婚后我们的日子过得很苦 出租屋漏风又漏雨 台风天家里变成小池塘 冬天大风穿堂过 冻的人睡不着 我们紧紧抱在一起 说一宿的话 顾向西尝试去找 曾经想买她画的人 却只得到一顿羞辱 从前太清高 得罪了人 如今缺钱了 却四处碰壁 我很心疼 再不许她出去卖画 为了让她过得更舒适些 我每天打三份拱 赚一百块 会给她花九十九块 有一次我评学短暂性 失明了几分钟 她手忙脚乱照顾我 连喊我名字的声音 都是抖的 她在我面前 哭到不能自已 不嫁你会后悔终生 但嫁你却拖累了你 这更让我感到绝望 我骂她 傻瓜 我从未觉得你是累赘 那时候 我觉得很幸福 我们离婚吧 顾向西一句话 将我拉回现实 她态度很坚决 说你要什么 我都可以答应 我的心就成一团 我要什么 你还不清楚吗 她没有听懂 只说条件拟定 我笑出声来 当真为了她 可以放弃一切呀 顾向西垂下眼眸 抛下一剂炸弹 孟怀 我怀了她的孩子 我的心碎裂成渣 我想起 我们也曾有过一个孩子 结婚第二年 顾向西怀孕了 我高兴坏了 可她瞒着我偷偷打了胎 她泪眼婆娑的和我说 孟怀 我们的条件 根本养不起孩子 别让她来这个世界受罪了 顾向西跟我说了许多许多遍 对不起 我抱着她 努力扯出笑容 安慰到 没关系 孩子以后还会有的 那天 她将我搂得很紧 在我耳边不停重复着 我爱你 这句话像一道咒语 在一无所有的日子里 将我们的心紧紧连在一起 从那以后 我工作更加拼命了 我很懂察言观色 逐渐在职场混得风生水起 老板是做进出口贸易的 经常需要应酬客户 我酒量很不错 她喜欢带上我 还会额外给我发奖金 我每天回到家 都吐得天昏地暗 顾向西会整晚陪在我身边 悉心照料 她总说 别为了点小钱 喝坏了身体 我不以为意 目光要放长远 时间久了 我积累了不少人脉 后来自己开始做红酒生意 我每天出差 应酬 忙得焦头烂额 顾向西又说 钱够用就好 不要这么拼命 可我呀 有两个非实现不可的愿望 我一直相信着 顾向西的未来 会有星辰大海 我希望她能随心所欲地画画 不必因为生活琐事 放弃热爱终生的梦想 我还希望 那个被放弃的孩子 能够快一点再回到我们身边 黄天不负苦心忍 我们的生活真的在一点点变好 结婚第五年 我们有了房子和存款 我终于鼓起勇气提出 老婆 我们要个孩子吧 没想到 她的兴致并不高 只说 孟怀现在不是时候 她告诉我 她进入了瓶颈期 已经很久没有画出让自己满意的作品了 我试图安慰她 你的画很棒 我的朋友都很喜欢 张老板下个月 乔迁新居 还说要买你的画做装饰呢 顾向西嗤之以鼻 他们那群俗人哪懂什么艺术 我愣住了 自觉失言 她立刻道了歉 并且是说 自己并不是看不起生意人 只是希望得到更专业人士的认可 她将头深埋在我的肩颈 低声道 我只是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或许这个时候 我们的感情已然出现裂痕 可我太忙了 并没有太过在意她的变化 不久后 顾向西的状态 渐渐开始变好 脸上时常带笑 我以为 她是突破了瓶颈 没想到 是灵魂找到了新的归宿 她爱的少年年华正好 不然岁月仙尘 她会评价她的画像 春天的画 夏季的雨 秋日的风 冬季的雪 是世间最美好的存在 而我伤人重力 满身铜锈 无法与她产生共鸣 孟怀 是我对不起你 顾向西的声音在耳边回荡 我沉默了许久 像我们共同度过的时光那么长 最后还是心有不甘 我不会跟你离婚的 我听见自己说 顾向西冷冷回 这由不得你 那一刻 我听见了爱情死亡的声音 在我和顾向西闹得最僵的时候 我妈生病住院了 医生说 癌症晚期 我爸死得早 我妈吃了一辈子苦 我结婚的时候 自顾不暇 她执意一个人住在乡下 不给我们添麻烦 后来经济条件稍有好转 又没有时间陪伴左右 我很自责 这辈子从没让她想过一天福 她躺在病床上 形入枯稿 问我 小西呢 我强迫自己挤出笑 高高兴兴回答 她最近很忙 要开画展 我告诉我妈 顾向西得到了画坛太斗周仪老先生的赏识 马上就要熬出头了 她笑得很欣慰 小西终于达成心愿了呀 以后你们的生活肯定会越来越好的 妈放心了 我胡乱编了个理由跑出病房 眼泪止不住往外流 上天的确很喜欢跟我开玩笑 在我们吵完架不久 顾向西得到法国那边的消息 隐居已久的周老先生 突然表示 对她的话很感兴趣 要见她一面 千里马终于伯乐 两人相谈甚欢 相见恨晚 顾向西将那个男孩是做幸运星 她说是她帮她找回了画画的初心 才能有此机遇 她不会知道 那是我费尽心思 帮她争取来的机会 而如今 不过是替他人做嫁衣罢了 我洗了把脸又回病房 我妈突然说想见一见顾向西 我没办法拒绝 终于还是主动联系了她 大概是自尊作祟吧 我不想在她面前示弱 一开口就是谈判的口气 顾向西 我们做个交易吧 我同意离婚 你陪我演一场戏 好 她答应的干脆利落 明明是自己想要的答案 我的心又开始扭曲 失望 愤怒 悲伤 负面情绪像千万只毒虫 一口口将我吞噬 我想我大概快要疯了 姑像西暗时来了 半个月不见 她愈发风姿错约 明艳动人 想必过得不错 我们各自收敛表情 装作亲密的样子 推门进入病房 我妈气若犹斯的躺在病床上 见到我们浑浊的双眼一瞬亮了 硬撑着坐起来同我们讲话 她告诫我要疼爱妻子 不能对不起她 又嘱咐顾向西好好跟我过日子 我妈以前并不多话 可这次见了面 她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要交代 我知道她就是放心不下 顾向西对她的嘱咐一一回答 好 最后我妈将我们的手交叠在一起 交代这辈子要好好的 我忍不住红了眼眶 其实我很想告诉她 如果她走了 这个世界上就没有我的亲人了 可现在话堵在喉咙口 什么都说不出来 顾向西很自然地拍拍我的背 温柔的眼神像急了当年那个18岁的少女 我有些许恍惚出了病房 我们的手仍然牵在一起 我很没出息地发现 自己还是贪恋手掌尖的这一点点温度 我们不要离婚行不行 荒唐的想法在我脑中盘旋 手机铃声乍然响起 顾向西松开我的手 我迷茫地抬眼看她 少女的影子一晃已消失不见 她走到一旁接电话 灵星的谈话飘进我的耳朵 都是些很日常的对话 对面不知道说了什么 她红着脸骂一句 没羞没骚 然后娇声道 等会马上就回家 我看着这个女人 突然觉得分外陌生 她打完电话 见我失魂落魄的样子 皱着没问 你脸色很差 是不是病了 说着 手伸过来 想要触碰我的额头 我条件反射般躲开了 两人均是一愣 她的手停在半空 有些尴尬道 离婚的事 可以等你妈身体好些再办 我沉沦的意识终于清醒过来 点头说好 我妈的病情并没有好转 她的记忆也出现问题 每隔一段时间 就说要见一见顾湘西 她与我逢场做戏了三个月 陪我听那些重复了许多遍的嘱咐 每次顾湘西来医院 苏罗都会频繁打电话 后来索性自己跟着一起过来 他们手牵手出现那天 我发了很大脾气 拦在他们面前 让她有多远滚多远 顾湘西跟我解释 说她会去旁边等 不会让我妈看见 我不肯妥协 嘲讽道 少秀一下恩爱 不会死 一直沉默不语的男孩 突然站出来 怒道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你们要离婚了 别总想着法子折腾人 她越说越激动 差点跟我动起手来 她最近筹备画展 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我不放心才跟来的 顾湘西牵住她的手 柔声安抚 别动气 吓到我们的孩子了 苏罗瞪我一眼 垂眸看她 可我心疼你 他们恩爱有家的模样 让我胃里一阵翻腾 我痴笑一声 我和她还没离婚 你们在一起 算偷情知道吗 要不算你租的 付费使用 顾湘西愣住 眼中泛起水气 孟怀你盛世疯了 苏罗咬牙怒视着我 一个大男人说话这么刻薄 难怪你老婆看不上你 我不想忍了 今天和我离开 还是陪你留下 她只能选一个 随后她扭头 看向身边的女人 目光恳切 没什么悬念 顾湘西与她的爱人 携手一起离开了 那天我妈的状态 其实不错 我撒谎说 顾湘西临时有事 她也没有深究 可到了傍晚 她却突然昏迷 医生直接下了病危痛之术 清醒过来时 她又说要见顾湘西 我慌慌张张打电话过去 她好久才接 我抱着头蹲在地上 问 能来一趟吗 她直接答 太晚了 我急了 我妈快不行了 她语气不耐 我劝你少开这种玩笑 我又惊又怒 你觉得我会拿我妈的命开玩笑 她沉默一阵 说今晚下雨 我怀着孕 她不会让我出门的 我顾不得颜面 激进哀求道 你让她送你过来 或者我找朋友开车过去接你 保证你的安全 好吗 我们十年感情 求你帮我最后一次 她叹口气 我和她商量看看 我像抓住了一丝希望 与无伦次导 今天吵架算我错了行吗 只要今晚你过来 你们要什么我都答应 好不好 天空电闪雷鸣 将我自尊心碎裂的声音 掩埋在黑夜里 电话那头传来低哑的声音 隐隐带着点情欲 顾向西极不自然的闷哼一声 轻斥别闹 电话随机挂断 我再拨过去 无人接听 那天一直到深夜 她都没有出现 我妈瞧出端倪 问得很小心 你和小夕是不是闹矛盾啊 我努力装作轻松的样子 没有 她在赶来的路上了 她的眉头越锁越紧 叫我拨通电话 她要跟顾向西讲几句 可对方已经关机 后来我妈的意识逐渐涣 嘴里叙叙叨叨 儿子你要是过得不好 妈怎么放心的下啊 天蒙蒙亮的时候 她断了气 死时紧紧拽着我的手 不肯合上双眼 我的世界她成了废墟 我将我妈的骨灰 带回乡下安葬 顾向西跟来了 她垂着头 满脸愧色 对不起 我不知道那晚妈真的 我把她请了出去 无力道 别叫她妈 你不配 孟怀 你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顾向西声音软下来 我只是想来看看 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我冷着脸 不用 她不肯走 一直跟在我身边 葬礼没有大肆操办 只请了村里几个街坊帮忙 等一切结束人都散了 我终于冷静下来 跟顾向西说 我们谈谈吧 她点头说好 我语气冷淡 离婚手续赶紧办了吧 她皱了皱眉 插开话题 我想跟你解释一下那晚的事 我不想听 我打断她 继续说 你是过错方 我要你净身出户 家里的资产我一清二楚 别耍花招 也别跟我谈条件 否则我把你们的丑事 宣扬得人尽皆知 顾向西目光挨切 孟怀 家里的资产本来就是你赚来的 你觉得我会跟你争这些吗 我冷笑一声 知人知面不知心 她露出失望的表情 你以前不这样 人是会变的 我说 以前的顾向西也不会这样对我 长时间的沉默被电话铃声打断 是苏洛打来的 她走出门外接听 我直接关上了大门 她也没再回来 那晚我躺在老房子的床上 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我梦到22岁的自己 不顾一切将顾向西带回家 跟母亲说要同她结婚 债主追到我家 日日吵闹叫嚣 我妈将她藏在房间里 嘱咐小夕千万不要出去 一切交给阿怀处理 我一个人与她们周旋数月 终于在过年前将事情办妥 除夕那天下了雪 我拖着疲惫的身体 从外地赶回来 雪花落在我身上 积了一层又一层 但我并不觉得冷 回家的瞬间 她第一个打开门冲出来 直接扑进我怀里 我微微量呛几步 但还是牢牢接住了她 我以后都不要和你分开了 顾向西又哭又笑的样子 十分可爱 我刚想开口回应 画面就天旋地转 我呆呆站在一旁 看她在雪地里 扑进了别人的怀抱 然后深情地吻她的唇 顾向西 顾向西 我不停地呼唤她的名字 她却怎么都听不到 眼前突然一片漆黑 我开始有强烈的失重感 像在深渊里不停坠落 第二天醒来我就发了高烧 一是变得混混沌沌 就这样在家里躺了两天 有一种冰死的感觉 某天收到生意伙伴的消息 红酒的货源出了问题 亏了一大笔钱 我静坐起来 迅速穿衣出门 然后一个人看病 吃药 痊愈 这四个月消耗了我太多精力 生意上出了不少纰漏 我忙得甚至没有时间难过 再次听到顾向西的名字 是她在画展名声大噪的消息 一向要求苛刻的话谈泰斗 周仪老先生对她大家赞赏 称她这些年属实是明珠蒙尘 已经隐居状态的老人 甚至公开出现在画展上 并当众表示 顾向西是她这一生见过的 最有天赋的青年女画家 一时间 业界震动 媒体文讯而来 网络上的报道铺天盖地 她本就长相出挑 颜值加成下 她的关注度一度超越流量明星 锦浩女神画家顾向西锦浩的词条 冲上热搜榜首 她所有的作品一寿而空 甚至有人愿意出一千万 购买当天画展最瞩目的作品《六思》 顾向西拒绝了 记者闻到八卦的味道 问她画中的男人是谁 她大方是爱 大学室友林放 给我转发了这段视频 问顾向西怎么会这么说 我拽着刚收到的离婚写一书 回复 没什么 她爱上别人了 我们打算离婚 林放直接拨了电话过来 纷纷道 四个月前不是还好好的吗 她难道不知道你为了她 在法国遭了多少罪 我淡淡答 知道了也不会改变什么 结婚六周年的时候 我想给顾向西准备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知道她最崇拜的人 是一位叫做周怡的画家 这位老先生年轻时 就鲜少在大众面前露面 现在更是避世隐居 寻不到踪迹了 我用尽方法和人脉 才得到一个真假难辨的消息 有人曾见过她在巴黎马黑区逛街头画滩 于是我以出差为借口 一个人去了法国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人生地不熟 第一天就被抢了行李 我着急去追 却被引进了偏僻的小巷 那里聚集了一帮街头混混 我寡不敌众 被他们按在地上打 失去意识前 我听到有人用法语喊了句什么 所有人便急急逃走了 我在医院醒来 只受了些皮外伤 是林放救了我 我们是大学室友 我婚后一年她出国了 渐渐断了联系 没想到会以这样的方式重逢 她帮了我很多 受伤期间一直是她在照料我 她问我 不告诉顾向希吗 我摇了摇头 那段时间 顾向希常把自己关在画室里 似乎处在很关键的时期 我不想让她担心 伤势稍好一些 我就急着出门 天天去马黑区守着 其实我并没有找到周老先生的把握 只是不想放弃任何可能性 云放得知我此行的目的 一双眼睛瞪的老大 一副看傻子的表情 随后一脸夸张地嘲笑我 你就宠给你家那位吧 哪天给你宠坏了 我白她一眼 我愿意 两人打坐一团 想回到了大学时期 我在马黑区和一个街头摊贩做了交易 租用了她的画摊 选了几幅顾湘西不同时期的作品 摆在最醒目的地方 日日祈祷幸运女神降临 那时恰好冬季 每天除了睡觉 其他时间都在街头吹冷风 动到耳朵生了窗 林放总是一边给我买药 一边吐槽 自讨苦吃 在法国待了三周后 情人节临近 我打算回国了 这趟异国之行 确实太冲动 找不到人也是情理之中 我想着等下次 有了更确切的消息再行动 意外就这样悄然发生 最后一天 我正准备收摊的时候 周老先生出现了 并且一眼看中了顾湘西18岁时的作品 他笑着问我 这幅画的创作者是谁 我颇为自豪地说出顾湘西的名字 他指了指画边上贴着的非卖品标签 又问不卖 我点点头 这是我个人的珍藏 那又为什么要摆出来 我说 我希望更多人能看见这个了不起的画家 他若有所思 看了这幅画良久 最后笑着离开了 我了解过这位先生的脾气 出了名西财 从前挖掘过不少积极无名的小画家 如今都成了业界大佬 我知道顾湘西的机会来了 事情比我料想的顺利许多 我想 有才华的人注定是要拨云见日的 我真心为顾湘西感到高兴 他与梦想又进了一步 结婚纪念日那天 我骗顾湘西自己在法国回不来 想给他一个惊喜 可他反应很淡 只说了句 知道了 起初 我心里有些难过 可上飞机的时候 看见他在朋友圈发了一句 思念隔着山海 我心里的郁节立刻消散 回成路上 还在幻想着我们的美好未来 多讽刺 其实他的思念 早给了别人 不会觉得不甘心吗 林放问我 我很平静答 当然会 但现在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他松了口气 道 孟怀 有时候你真是理智的可怕 我笑说 谢谢夸奖 挂断电话 四周安静下来 我又点开那段视频 顾湘西在镜头前笑得温柔又深情 他说 那个男孩是他此生挚爱 果然心里还是不舒服 我拨通电话 跟顾湘西说 画展收入也算婚前财产 如果离婚的话 也要归我 他嘲讽了我一句 便答应了 看来是真心急着要嫁给心上人 我试着 把那套法国之行当做一场投资 现在收获了大额财富 也不算血本无归 这么想着 我渐渐与自己和解 钱果然是好东西 那天 我给自己开了最好的红酒 喝到深夜 第二天早上 我被一个电话叫醒 林放的声音听起来时远时近 开门 我踉跄着冲出去 打开门 看见他提着行李 跨着个脸 发生这么大事 一点不跟我提 不够朋友 我愣在当场 他张开双臂冲我笑 哥们我来陪你了 我拥抱他 感动到 果然是好兄弟 但事实证明 我感动早了 对一个要离婚的男人来说 热恋中的男人 简直就是一剂毒药 晚上我等着他组团开黑 他磨蹭良久 才依依不舍地挂断 与女友的视频通话 我勒住他的脖子 狠狠倒 在我面前秀恩爱 甚至过分了点 他笑得甜不知耻 我这叫以毒攻毒 我其实很佩服他 曾经被伤得那么深 依然能火得如此洒脱 你有后悔爱过周韵吗 话刚问出口 我就开始后悔 听到这个名字 林放并没有表现出太多情绪 只说一段感情 不是结局不尽无人意 就要觉得那是一场悲剧 我很认真思考了这句话 我想 不便因为28岁的顾向希 而去怨恨18岁的她 那个惊艳了岁月的女孩 只是不在了而已 我会接受 并慢慢释怀 一个月后 我和顾向希领了离婚证 我买下了巴黎蒙马特的 一座葡萄庄园 打算去法国自己去酿酒 林放早已在那边定居 也很欢迎我过去 我出国那天 顾向希和苏洛 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新娘穿着高级定制的婚纱 一身珠光宝气 我想起当年 我们结婚的时候 真的很穷 婚纱只买了件200块的小白裙 捧花生路边折的一株木棉 简单朴素的像我们那时的爱情 过去随风渐远 行云散尽 物是人非 我登上飞机 奔向崭新的人生 我的生活渐趋平静 本以为与顾向希再不会有交集 没想到 一年后我回乡扫墓 又与她重逢 顾向希捧着一树白橘 站在我妈坟前 见我到时有一瞬的惊喜 哑着嗓子喊了声 孟怀 我沉声问 你来这做什么 她向我靠近几步 急急回答 我是想 可能会遇见你 你把房子卖了 手机号也换了 我怎么都找不到你 我跟她拉开距离 冷淡问 你有事 山峰卷起些细纱 她大概是被迷了眼睛 眼睛竟开始微微泛红 就想找你说说话 我仿佛听到了天大的笑话 顾湘西 你现在有老公 走吧 别在我爸妈坟前碍眼 她充耳不闻 闻丝不动 我赶不走她 索性直接无事 我想跟你解释妈 去世那晚的事 顾湘西顾字说着话 也不管我要不要听 她说 我本来是打算出门的 她来拦我 我不小心动了胎气 我敷衍一句 哦 她垂着头 语气沉痛 孟怀 那晚我流产了 我摆放祭瓶的手 微微顿了顿 还是没有同她讲任何话 半闪后 她突然又开口 如果那天晚上我来了 你是不是就不会这么恨我 我抬起头正对上她的眼睛 那里面的伤感清晰可见 不明白 现如今她摆出这样的表情 还有什么意义 我迅速收回目光 假装什么都没看见 给爸妈烧了三炷香 跟他们汇报了我的近况 告诉他们我现在过得非常好 祭拜完下山 顾湘西一直跟着我 画变得特别多 她说 我们以前一起在村子里 看过山坡的花 林间的鸟 天上的云 她什么都记得 可是顾湘西啊 山坡的花不开了 林间的鸟飞走了 连天上的云 都不是原来的形状 一切都变了样 老家的房子没人收拾 不能住人 我在镇上的旅馆住了一晚后 直接飞回了法国 与顾湘西的仲宇 没在我心中掀起太大波澜 恰好林放创立了自己的服装设计品牌 变得忙碌起来 我的庄园顾了人 平常十分清闲 就整天泡在工作室给他帮忙 我开玩笑说 我们两个学贸易的 现在一个做采访 一个酿酒 还真是不务正业 她摇摇手指 No no 人生就是一个逐渐看清自己的过程 闲聊时 我问她 你什么时候对服装设计产生兴趣的 她迟一片刻 低声打 你和顾湘西结婚的时候 她说 有一件事我一直不知道 你还记得婚礼上你们穿的礼服吗 花纹精美 价格却便宜的离谱 你一直以为 是我找朋友帮忙搞定的对吧 我点点头 她继续说 其实是顾湘西舍不得花钱 只买了最简单的白裙和西服 但又不想让你觉得亏待了她 就亲自绘图 然后请教我的设计师朋友 一点点把花纹绣上去的 还有头纱 也是她自己做的 我都不知道她还会做针线活 起初是不会的 不过我那个朋友特别厉害 他人也聪明 没几天就学会了 他怕你自责 还不让我告诉你 她说 那会儿她只负责打下手 但看我们穿上身的那一刻 心里还是有满满的成就感 我们的思绪一起飘回从前 她回忆到 婚礼那天 你掀起顾向西的头纱 她看见你的脸 动容落泪的样子 我至今都记得 我五味杂陈 哑然失笑 她那时真的挺爱我的 林放想了想 又说 其实前两天我遇见顾湘西了 我没有太大反应 心平气和道 巴黎是艺术之都 她是画家 来这里很正常 她摇摇头 我觉得她是来找你的 那晚你东西落在我这 我去追你 刚好看见她跟在你身后 忍忍看着也不上前 我开玩笑 我记得你夜忙 认错人了吧 林放怒道 你他妈当我瞎 我还跟她聊了几句 哥们我特意把你之前 来巴黎找周老先生 那是告诉她了 咱们可不能做了好事不留名 我想起这一茬 冲她竖起大拇指 林放叹口气 她听完后整个人都僵住了 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 有点可怜 我顿了顿 说 已经与我无关了 我的庄园里 来了个特别能干的姑娘 将我的葡萄照料得极好 托她的福 新酿出的酒品质很高 接了个大单子 没想到那么巧 订酒的客户举办宴会 邀请的都是艺术界名流 顾向西也在其中 我去送酒的时候 遇上了她和苏洛 两人的状态很奇怪 话很少 不太像新婚夫妻 我没多停留 签了单子就走 顾向西看到我 跟出来 苏洛也没多大反应 我走得急 顾向西小跑着上前 拉着我的手 肌肤向处的瞬间 她又迅速将手松开 对不起 顾向西 你想干什么 孟怀 她支支吾吾 我没了耐心 她像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没有神采的双眸瞬间亮堂堂 我想画一幅法国的风景图 你可不可以给我做向导 怕我拒绝 又补一句 条件随你开 我答 我不缺钱 她整个人垮下来 语气近乎乞求 孟怀 你能能给我个机会补偿 我冷眼看着她 补偿什么 周老的事我已经知道了 我平静道 被她调中 是你自己有本事 我也拿了你的钱 我们互不亏欠 顾向西低下头 轻声喃喃 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笑道 说了会有什么不同吗 她眼底的伤感分外明显 倔强道 我们也许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我只觉讽刺顾向西 清醒点吧 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 我为你做过的傻事 何止这一件 当初你的心已经不在我这了 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枉然 况且 我也不稀罕你的意识感动 或许我以前也曾幻想过这样的场景 复兴之人幡然醒悟 悔不当初 但真到了这一刻 却并不觉得十分爽快 曾经那个惊艳绝伦的女孩 是如何变成今天这般模样的呢 我顿了顿 认真到 顾向西 别给自己找借口了 否则我会看不起你 她浑身僵硬 脸上全是痛苦的表情 你走好自己选的路 说完后 我不再看她 头也不悔的走了 那晚临放加班 叫我买夜宵过去 天已经黑了 她的工作室位置偏僻 毕竟之路上的街灯坏了两盏 整条小道又暗无声 路边突然窜出两个持刀的人 凶神恶煞地抢了我身上所有财物 我带的钱不多 他们翻完我的包 又恶狠狠 对我说了几句法语 发音不标准 我听不太懂 他们挥拳就揍过来 我与他们扭打在一起 慌万间 有个人影迅速冲过来 用石头敲了歹徒的头 石刀的歹徒凶向毕露 反刺了对方两刀 仓皇逃走 这一切发生的太快 我反应过来时 就看见顾向希 一身是血倒下了 我将她送到医院 医生说她腹部中刀 没伤到要害 但右手挡刀时 手筋被割断 恐怕以后都不能画画了 她躺在病床上 脸色有些苍白 见到我第一时间 便是关心我有没有受伤 我摇摇头 眉头越锁越紧 她笑着安抚我 你别担心 我伤得不重 我纠结良久 还是告知了实情 顾向希脸上的笑容 僵了一瞬 随后又自欺欺人般 豁然开朗 没关系 你没事就好 可她终究不是个好演员 她别过脸去不看我 整个身子都在发颤 我尝试安慰她 医生也没说完全没有希望 而且就算右手不行 还可以试试左手 总会有办法的 她忽然转过头 红着眼问 孟怀 如果我和苏洛离婚 我们 我打断她的话 直言道 顾向希 已经不会再有我们了 你好好养伤 别想其他的 顾向希眼底的绝望 清晰可见 她眼里含着泪 卑微的祈求 至少今晚 你可不可以不要走 我平静答 现在能陪在你身边的人 是苏洛 不是我 可是 那晚苏洛并没有出现 我终究是没有走成 顾向希手术时 我用她的手机 给苏洛打过电话 可惜无人接听 后来又发了短信过去 也没有回复 半夜她发了低烧 还呕出血来 医生再次检查 说她得了胃癌 还没到晚期 只要积极治疗 就有痊愈的希望 我不明白她现在有钱有地位 为什么会把自己活成这样 但我什么都没问 第二天下午 苏洛来了 衣着光鲜 容光焕发 只缠着医生问顾向希的手 还能不能画画 甚至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 我同顾向希告别 你好好治病 我走了 她没说话 躺在病床上 目光死寂 顾向希右手残废 不能画画之后 所有作品的价值 反而水涨船高 让她一息成零的作品 妞斯公开拍卖的消息 已经传出 迅速引发热议 当初顾向希在画展示爱 不久就嫁给了画中的男主角 一度被网友传为佳话 这幅画也因为这段浪漫的爱情故事 变得更加价值不菲 最后被一位收藏家 以五千万天价购得 可没过几天 这件事却迎来了意想不到的发展 警号苏洛售卖假画 警号警号顾向希婚内出轨 警号两个词条 被琪琪挂上热搜 顾向希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开表示 妞斯原作早已被销毁 被售卖的作品细苏洛伪造 他在镜头前承认 妞斯背后的风流家世 其实是一段丑陋的婚外情 自己在功成名就时 抛弃了相恋十年的丈夫 网友哗然 纷纷开始声讨扎女贱男 由于顾湘西的检举 警方介入调查销售假话一事 不久 苏洛被捕 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 由于金额巨大 将面临无期徒刑 自此 顾向希也没了消息 我的生活如草生地厌 夜生树梢 自在安宁 岁月静好 酒庄的生意蒸蒸日上 半年后遇上一位古怪的客人 是一位16岁的法国姑娘 隔几天就来买酒 指明要我亲自酿的 而且有个特殊的要求 她让我教她中文 每次一句 她会用录音笔 小心把我的话录下来 有时是简单的问候语 比如早上好 下午好 晚上好 有时是其他 情人节那天 她又来买酒 让我教一句 我爱你 彼时 我已进入新的恋情 对象是那个将我的庄园照料的很好的姑娘 我按照客人的要求录下我爱你后 她突然凑过来 接一句 我也爱你 我宠溺的摸摸她的头 转头对姑娘道歉 多了一句 没关系吧 姑娘敏唇似有纠结 但最终什么都没说 拿着酒离开了 那晚 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 对面一言不发 只是长久长久的沉默 我想 大约是打错了 恰好女友喊我吃饭 便直接挂了 此后 姑娘再也没来我的庄园 顾湘溪的名字 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是情人节过后不久的事 我看着热搜榜单上的词条 警号顾湘溪一座 警号愣证了许久 新闻里说 她的尸体 在法国一座就农装被人发现 死时疾病缠身 穷困潦倒 唯一的遗物是一幅名为至爱的画作 主人公是一对身着婚服的新人 新娘穿着白色的裙子 手捧一束木棉 新郎轻轻将她拥入怀中 两人的容颜都被头纱遮住 蒙蒙隆隆 看不真切 业内专家皆评价 那是顾湘溪一生中最好的作品 网友则更关注 这位画家是在怀念曾经的爱人 还是又遇见了新的知己 我望着新娘手中的捧花 记忆飘回从前 与顾湘溪结婚那年 木棉花开得格外早 我舍了一些回来 用彩带将它们扎成一束 她问我 为什么不是玫瑰 我神秘笑道 因为喜欢木棉花的花语 翻外顾湘溪视角 我嫁给了年少时第一眼就喜欢的男生 与他约定好一生一世 白手不离 婚后的日子虽然清贫 但依旧甜蜜 事情是什么时候开始出错的呢 现在想来 应当是我们失去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吧 那是我第一次 如此深切的感受到生活的无力 这件事之后 他工作愈发拼命 每天精打细算 满心满眼都是钱 我的话卖不出去 他另提西境 通过自己的人脉 帮我介绍接商单的机会 就像小时候的另提作文 只要按照客户需求作画就好 每幅作品没有自己的灵魂和思想 只求一个对方满意 我不喜欢 但那是他争取来的机会 我应当珍惜 我们的生活确实在一点点变好 我认为钱够用就好 可他总是不知足 每日疲于奔命 忙得甚至没有时间 与我多说几句 他会介绍生意上的朋友给我认识 闲熟的向他们举杯敬酒 各位老总 以后多多帮衬 那些人爱以情面 会花大价钱买我的话 然后调侃一句 顾小姐嫁了个好老公 说实话 我讨厌他 这幅卑躬屈膝的样子 我越来越觉得无法呼吸 甚至对自己的话也生了厌恶 后来 我认识了苏洛 他安安静静陪在身边 看我画画的模样 像极了当年的梦怀 他懂我 也欣赏我的话 不会只在意他们能不能卖个好价钱 我灰暗的日子 像是突然有了一抹色彩 渐渐找回了活力和画画的初心 我承认 我无法抑制的心动了 我想 这个干净纯粹的少年 才是我命中注定的爱人 而我和梦怀一开始就是错的 结婚六周年纪念日 梦怀发现了我们的恋情 我也做出了决定 离开梦怀之后 我觉得很轻松 更让我惊喜的是 我最崇拜的画家周一先生 竟主动联系我 要与我见面 他告诉我 他在法国的街头画摊 偶然看见我的画 很欣赏我的才华 那幅画画的是一个质朴的小山村 山坡上占了一个少年 虽只有背影 但却足够生动 那是我18岁时的作品 送给了梦怀 当时他是若珍宝 如今大约是缺钱的时候 草草卖了吧 他就是这样 钱比感情重要 无所谓了 反正我们就要离婚了 在周老的提携下 我得以顺利举办画展 我成功了 虽然梦怀让我净身出户 但对现在的我来说 赚钱已经是件轻而易举的小事 我和心上人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我想 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了 可事情渐渐变得奇怪起来 我频繁地梦见梦怀 有时候深夜惊醒 看见身边的男子 会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 心里空落落的 我开始寄情创作 将自己整日关在画室里 以前我也时常这样 梦怀会给我准备好一日三餐 就算在外出差 也不忘打电话来监督我 按时吃饭睡觉 可苏洛不会在意这些 结婚后 她很少花时间捧我探讨画作 我稍有怨言 她便会摔门离去 我开始无法抑制地思念梦怀 和苏洛在高级餐厅吃饭时 会想起以前我和她窝在出租屋 一起分是一个肉包的日子 给苏洛买各种昂贵的礼物时 会想起第一年结婚纪念日 梦怀偷偷攒了好久的钱 给我买了一支迪奥口红 和一套雅士兰黛的护肤套装 我一边骂她浪费 一边感动得泪眼婆娑 然后记起离婚的时候 我说她是个眼里指认前的男人 突然如遭雷击 我鬼使神差地给孟怀打了电话 已是空号 又悄悄去了我们曾经的家 那里已经换了主人 我开着房子里其乐融融的一家人 有一瞬在想 自己是不是弄丢了触手可及的幸福 我忙甩甩头 将这种想法从脑子里驱逐 我提醒自己 我的选择不会错的 也不能有错 所以我加倍对苏洛好 可生活就是这么讽刺 苏洛出轨了 真实的她与我想象中的模样 大相径庭 她会在深夜 给别的女人发性感照片 轻易地称呼对方老婆 孟怀 原来遭人背叛是这样的感觉 我以前可真坏呀 苏洛威胁我 如果我与她离婚 会搅得我永无宁日 我无法反抗 结婚一年 我们的生活就像进了坟墓 十九我时常会回孟怀的家乡 无论她身在何处 总会回来这里 也许哪天就能遇见 清明的时候 我们真的重逢了 她的气色很好 气语宣扬 意气风发 离开我 她过得很好 她在父母坟前提起自己 在法国的葡萄庄园 我暗暗记在了心里 我开始频繁飞往异国 只为偷偷看她一眼 有一次遇见多年未见的林放 我得知了一个真相 原来我功成名就的背后 是她毫无保留的真心付出 其实她一直都没变 变得是我 我在时光的流逝中 忘了最初的爱与承诺 我曾经真的得到过 很好很好的爱情 可我把它弄丢了 这个认知让我痛彻心扉 我还是决定跟苏洛离婚 她提出要求 要拿到比当初孟怀 多十倍的钱 我同意了 只是需要一些时间 我们被一同邀请 参加法国的艺术展 晚宴时 我竟然遇见了孟怀 我不受控制的想要靠近她 那天夜里她遇袭了 我想都没想 就冲上去救她 她送我去医院 还会为我担心 真好啊 如果废掉一只手 能换回孟怀 我不会有半句怨言 可她不愿给我这个机会 天知道她离开的时候 我多想抓住她 可她走得那么快 转身的刹那 就连一片衣袖也抓不住了 我想 这就是我的报应吧 以后她会遇见 比我好千万倍的人 而我再遇不见 比她更好的了 二十回国之后 我病了很久 住院期间 苏洛没来过一次 不久 我得到 谬斯被高价拍卖的消息 可那幅画明明已经被我毁了 唯一的解释是 有人造假 我回家找苏洛对质 却在房间里 看见两具纠缠在一起的肉体 原来我们这段婚姻 比我想象中更加不堪入目 苏洛有一个相恋多年的女友 染上恶习 欠了很多高利贷 她娶我不过是图钱罢了 她跟我谈条件 我的右手废了 相当于失去了赚钱的工具 只要我保持沉默 卖化的钱可以对半分 苏洛告诉我 她真的很爱那个女孩 可她欠的钱太多 还不起会死 原来她也是有心的 只不过这颗心悬在别人身上 甚至为了对方可以铤而走险 真是可恨又可怜 我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她和我都要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 她判决那天 我们离婚了 我的资产早已被她搬空 我再次一无所有 我开始试着用左手画画 作品质量远不如从前 但放在街边 还是能卖些钱 我攒了半年 才凑够去法国的钱 医生说我胃癌已经发展到晚期 活不久了 如果可以的话 想死亡来临时 能离她近一点 我在孟淮的庄园附近 租了一户破旧的农庄 隔壁住着一对好心的夫妇 他们有个可爱的女儿 我常请她 帮我去孟淮那里买酒 每次帮我录一句话 我真的太想听见她的声音了 她酿的酒是我的良药 醉生梦死里 让我短暂忘记那些追星的痛 我常常在梦里见到孟淮 她穿了一身笔挺的西服 目光温柔地望着我 说 故乡熙 我们结婚了 清醒时 刻骨的相思又开始折磨我 我把它们通通倾泻在画里 原来我仅用左手 也能将孟淮画得极好 毕竟年少时 早已将她的眉眼描画过无数遍 我将自己画在她身旁 并将那幅画命名为至爱 可孟淮的眼睛就这样直直地盯着我 看得我心里发慌 她一定是讨厌这两个字吧 我用油彩画了头纱 遮住我们的脸 自私地将这两个字添在画上 若有来生 我绝不会再放开你的手 我蜷缩在画旁 任由孤独和绝望将我吞没 转眼到了情人节 我的身体已到极限 我意识到自己快死了 这种时候 应该可以任性一次吧 我请隔壁的姑娘 帮我录一句我爱你 可她告诉我 没录成功 好遗憾啊 夜里 我忍不住给孟淮打了电话 要说些什么好呢 我还没准备好开口 就听见了女人的声音 她娇气地喊她名字 梦怀回她的语气带点宠溺 那是恋爱中的声音 曾经我最最熟悉 我明白 自己终于彻彻底底失去它了 电话被她直接挂断 我呕出一口血来 眼前完全陷入黑暗之际 我看见画中的新娘掀开头纱 看向身边的新郎 她手里拿着一株木棉 问为什么不是玫瑰 她神秘笑道 因为喜欢木棉花的花语 我猛然想起自己曾告诉过孟淮 我最喜欢木棉花 因为它的花语代表了爱情的真言 珍惜身边的人和眼前的幸福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谢谢大家